上次講到黑衣湖芝花來到城運殿, 中紅和國家債主都在,說對了,等候自然底你一齊來喝酒。 芝花說不用忙,大哥,你有沒有對大家講明歸項大宋慈営的事情? 中紅說,剛才你這樣講,我就沒有講出去。 芝花說,現在就可以講了。 我講,於是叫他站起來。 各位,我跟大債主向大家講幾句話, 大債主就讓我芝花勸他歸順大宋朝, 你們大家,國家債主流羅兵等等, 如果願意歸項大宋朝的,一齊歸順, 如果不願意的,請你們講明,或者投親,或者靠友, 或者回去元席,或者去王府都行, 我們就給了盤費給你,不過請你們早點離開軍山。 說話還未講完,只見徐三爺、徐興和艾虎, 在外面匆匆忙忙地進來,每人肩膊上托著人, 放著他的手,一進門口,並放倒在地。 徐三爺說,我已經抓了兩個人來了。 大家一看,抓來的,原來是蔡屈池捉鷹,還有他的手下重人。 為什麼這兩個人會被抓來的呢?原來, 智華在飛雲關那裏說了要歸項大宋朝的說話, 捉鷹一聽,大債主已經歸項大宋朝, 所以他就馬上帶了他自己的心腹隨從, 駕著這邊上了馬,從丹橋北運小路就出了軍山, 去窮王府報信,只不過這樣, 走了不到半里路,原來智華早已經命令艾虎和徐興等著他, 當時,竹鷹果然來到這裏,一來到就被他們兩個捉住了, 竹鷹和那個重人變成徐三爺和艾虎的手腳, 所以就捉住了,綁住來到城運殿那裏,劈在地上。 智華的確有計謀,他用眼睛射一射北俠那張刀, 北俠就會議了,馬上拔刀出來,一個戰步上前, 張軸已經砍為兩半,艾虎也把重人一刀殺了, 這個時候北俠勾陽春大聲說,哪一位不願意投降的就快點說一下, 這樣情況的話,誰敢說不投降的,所以大家齊口合聲, 個個都願意,智華立刻吩咐將這兩個死屍拖出去,洗乾淨的血跡, 然後大債主宗鷹傳令大牌宴席,那些流羅兵各人都有所賞賜, 走過三秦之後智華就說,大哥,你將軍山的花明冊寫清楚,寫成一本, 我就去送給大人,盧大爺說,我去送就可以了, 我很想念韓二弟,我去吧,徐三爺說,我都去了, 於是盧大爺就點頭答應了,大債主宗鴻派人抄寫花明冊, 好,智華說,大哥,你將你的事辦完了之後, 我們就要著手破銅網陣,中紅說,什麼?破銅網陣? 找誰去破?智華說,我們大家去破? 中紅另一另一頭說,不行,不是那麼容易, 你知道銅網陣的總機關在哪裏嗎? 副機關又在哪裏呢?就算有寶刀寶劍都破不到, 你知道這個銅網陣是誰人擺的? 蔣四爺說是雷鷹擺的,中紅說不是, 蔣四爺就說,我們都知道銅網陣是雷鷹擺的, 為什麼兄弟說不是呢?中紅說,我先前都以為是他擺的, 不過後來王爺就叫我去王爺府那裏住了幾天, 跟王爺聊天聊了兩天,跟雷鷹聚了個口頭怪把兄弟, 後來他又叫我去軍山,住了三天,跟我聊得好頭機, 我當時問他,同網陣是什麽一回事呢? 他說,你如果和我不是生死之交呢? 我都不能夠和你講真話的, 現在我就講給你聽,原來雷鷹有個義父, 這個人叫彭,叫彭啟, 彭啟,先前是在大海船上看羅盆的,有一次遇到打風, 將船一吹,吹到西洋國,上岸去了十二年,學了西洋的法術, 那些離奇古怪的機關之類,他都學到一些, 是他出主意,擺這個同網陣的, 那現在,你們想破陣,我看確實要找這個人了, 蔣四爺說,不知道那個人現在住在哪裏呢? 蔣四爺說,他就住在雷鷹家裏,聽說這個人精通道家法術,八九十歲了, 上帽還好像弟弟哥那樣的,蔣四爺說,這樣就對了, 如果他在雷鷹家裏呢,要見他就不難的,南俠展昭就問了, 怎麽見得不難呢?蔣四爺說,以前呢, 我在丹江口就救過雷鷹的老爸,雷鷹的老爸叫做雷鎮, 我救了他,問了他的名姓,知道他是反叛朝廷,想把他推落水, 只不過我想一下,這個人呢,還是有用的,萬一要辦王府的事情, 可以去他的家,打聽王府的消息的, 所以我當時呢,就沒有告訴他真名實姓, 我說,我叫做蔣齒水,有了這個救命之恩, 我去他家,為見一下這個彭啟,大概還是容易的, 蔣花說,這樣就好機會了,雷鎮如果念救命之恩, 那就更好了,如果不肯來,我們用分香分倒他, 將他偷出來就可以了,蔣四爺說好,這樣就打扮成賣藥材的客人去了, 蔣花說,那我就去請柳青了,蔣亭說, 我呢,就拿我們所要用的東西了,那大家分頭起程了, 講完之後,就去神喜望了,到了神喜望,請柳青一起去軍山, 中債主呢,就將山上的草藥,裝了幾羅, 他們的兵器,包袱等等,放在上面, 堆了藥材,用繩子來捆住他, 叫那些劉羅兵先推下山,於是蔣平, 智化,展昭,柳青,四個人,全部換成青衣小墓, 拜別大債主,到了山下,推著一輛車, 一路就這樣去了,來到襄陽城,到王府的後面, 有一間小藥王廟,準備在那裏投宿了,上柏門, 一柏門裏面,有個小和尚出來, 蔣平就說,小師傅,我們呢,做藥材生意的, 今晚,想在這裏借宿一晚,兩三日,我們就辦完事的了, 到時候,我們就給多些香油錢,就是了, 小和尚說,我不作得主的,讓我先進去問一下, 於是,他進去了,一陣間出婚, 他說,我們師傅,請大家進去, 進去,有個老僧就出來了,各位師傅請進來坐, 於是,大家入屋坐下,問老師傅,你貴姓呀, 和尚說,小貞叫做靖林,各位高姓大名, 智化說,這位姓展,那位姓劉,這一位姓蔣, 弟子我姓志,哦,原來是四位,阿彌陀佛, 你們就在我們那裡吃飯,就住在南縣西商房那裏就可以了, 那些東西可以推進去的,當晚,他們四個人就在這間廟裏安身了, 到第二天吃完早飯,蔣平就出了廟門去問路了, 見到老人家走過來,他們走過去問, 老人家,請問你哪裏是珍珠八寶行呀, 有個雷明遠堂在哪裏的? 那個老人家說,哦,在那邊向東,進東向北, 第一個門,那裏就是了,蔣四爺多謝過之後, 來到那裏一看,黑油漆的大門,兩邊有兩塊藍牌金字, 寫著雷明遠堂,蔣四爺上前拍門,門開了, 有人出來一看,問他找誰,蔣平說,我找雷元外的, 那個家人說,哦,你找他們老元外? 是啊,那你貴姓呀,蔣四爺說,我叫蔣似水, 那個家人說,哦,請你等下先,我進去稟報一下, 不用多久,那個雷震就出來了,哎呀,蔣老恩公, 什麼是你呀?哎呀,你這麼久才來的,我好掛著你呀, 說完,他就去叩頭了,蔣四爺攔著他,哎呀,你這麼大年紀了, 不用了,不用了,於是,兩人手拉手進去西縣, 西縣一帶南房,路北面有個垂花門, 入到門內,四爺一看,有五間上房,左右兩間椅房, 東西有兩道長長的,平長頭的東面,還有兩個黑門, 只不過沒有門慘的,門上的左邊,有個八角童握手, 房屋是重重疊疊,古古怪怪的,上了石級,到了裏面, 蔣平的心想一下,那個雷震呢,哄王爺,賺到些錢的, 但是他們又沒有見過世面,起點錦屋古怪的,都不知道像什麼, 怎知入到裏面一看,好有大家風範,是大戶人家的排場這樣, 裏面表屋得乾乾淨淨,掛著名人字畫,擺著古款銅器, 有台有椅,好優雅,真是不錯,蔣四爺坐下, 雷震又想來叩頭,叩頭過頭之後,然後喝茶,接著擺酒, 蔣四爺坐在上座,雷震在旁邊陪著他,趁著倒了三杯, 蔣四爺也不客氣,一飲而盡,走過三巡之後,就有說話說, 雷震就問了,恩公,你從哪裡來到這裡? 蔣四爺說,你跟我分手之後,我就去了河南, 後來由河南去山東,從山東去陝西,我現在從陝西來的, 走過這裡,忽然想起你老哥,所以突然來這裡探望你, 雷震說,恩公,來到這裡就不要再走了,就在我這裡住了, 蔣四爺說,不行,我做生意,那些數目都未計清楚, 這樣吧,我計清楚數目,我再來這裡,再來, 我就不客氣,我就不走,可以了,可以了,可以了, 這樣吧,有件事我想問一下,雷震說,什麼事這樣呢? 蔣平說,我呢,就這樣看的,你這間屋呢,真是房舍很多, 只不過,奇妮古怪的,連東西雙房都沒有的, 那四個門仔都沒有門殘的,為什麼這樣? 雷震說,雷震說,難怪你呢,就一頭冒水的, 你的札子,敢主意的,他就孝順我, 蔣四爺說,孝順的,那怎麼孝順呢? 雷震說,我呢,身體不好,我一吃完飯,我就很累了, 那當然要睡一會兒就可以了,那你的札子呢,就怕我睡一會兒, 那就不消化,所以呢,就做了一架鐵車仔給我, 這架鐵車仔呢,我坐在上面,兩邊有兩個輪, 中間有個銅製,一扭個銅製,那架車是自己會走的了, 要它左就左,要它右就右,所以,東西這兩個房都沒有門的, 沒有門的那架車就過得了嘛,那邊呢,就花園來了, 那邊呢,南邊呢,就一個黑門,東甲道那邊呢,就向北花園, 西邊二房那裡,有一個黑門進去,那裡呢,就在宅府裡住的, 我如果坐著一架車,我想開那個門, 這樣定下,他就轉了,來回這樣轉,戰來戰去,我又有運動, 我腸胃裏面的東西可以消化,就不怕困住在裏面,身體就好, 你的侄子說這樣好,是他出主意的, 蔣四爺說,哦,什麼,賢侄還有這樣的本事, 喂,我看我都對的,叫賢侄和我祖過, 雷震說,欣供你不知道,不是他做的, 蔣四爺說,不是他做的,那誰做的? 雷震,如果不是欣供你,我都不說, 這個是我們的乾親家,那個老伯爺共做的, 蔣四爺說,哦,這個人叫什麼名字,是哪裏人呢? 雷震說,他是南方人,姓鵬,就是鵬啟,表字的艷哥, 他原本在海船上看羅盤的,就是這個人做的, 蔣四爺說,那這個人現在在哪裏? 雷震說,就是我們家住的,蔣四爺說,哦,那就好極了, 請他過來,我們一起喝酒,聊一下吧, 雷震說,不行,這個人不喜歡交朋友接友的, 他說,整天一個人躲在裏面,不肯見人的,蔣四爺說,哦,這個人這麼固執嗎? 忽然之間,門簾一動,有個人走進來,這個人帶著陸飯壯墓, 藍袖戰,英雄闖,膊底快虛,腰間配刀,身高八呎, 綁闊三亭,粗眉大眼,蔣四爺想站起來,雷震立刻按住他, 他說,哎呀,不用起床,這個就是你的宅子,於是叫雷震過來行禮, 雷震過來說,蔣叔父,你救了我父親,如果知道因公你住在哪裏,早就請你來, 你老人家不要見怪,講完之後,又扣了三個頭,才站起來, 和蔣平倒了三杯酒,蔣平亦都不推遲,一飲而盡, 蔣平就說,札哥,坐下來喝杯,雷震說,我現在沒空, 一會兒再過來陪你,雷震說,又有什麼事? 雷震說,雷震說,不用這樣了,蔣恩公就不是外人, 有什麼說話你都不用避忌,於是雷震說,王爺聽到消聲, 說軍山投降了大宋朝,這句說話一出口,蔣平真的嚇一跳, 雷震說,王爺知道軍山揮信了大宋朝,就不知道是真是假, 因為以防不測,所以就派我去長沙虎郭家營那裏,請雙隨將國中登, 我現在先進去裏面,一會兒再出來,當時他告別蔣平出去了, 蔣四爺明知他進去那裏,那裏就去彭啟那裏,於是蔣平又借頭借路走出來,東看下西看下, 出來了,見到雷震過去那裏,看看他過去那裏怎樣呢, 將那個銅製一扭,那門是自己會打開的,那個雷震跳進去, 但是蔣平又跟著啪,就跳進去,啊死了,雷震跳進去就好地地, 那個機關在他家裏他知道,蔣平就這樣跟進去, 唉,生死如何都未知,等下次再續啊。 好會嗎? 核心 ounce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